文化 文化這件事好像必須在年輕的時候 把它放一顆種子在心裡面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沒有人告訴我 就是對於家這件事 我真的到了台北我才開始猛瀾 才開始回過頭問說我自己是誰 去找那個答案 我們講鳳梨講吉魯馬案 阿美族裏吉魯馬案 魯馬是自根 就是家的意思 吉魯馬案比較像家具 家的這個時候 飯子整個部落 這個時候我們要聚在一起 其實好像一般人的年夜飯 其實每年到了這個時候 你就要回來吃這頓飯 這頓飯有很多的儀式 可能菜有祝福的名字 長又有趣 小朋友要領紅包 就像鳳梨季 一定要唱歌 也會有喝酒的時間 有一個程序 有一個儀式在進行的 鳳梨季也像這樣 可是不一樣的是 就是年夜飯沒有觀光客 沒有人去你家裡面有觀光客的 可是鳳梨季 政府一直在推廣 大力推廣文化觀光的過程中 我們的年夜飯變得好像 觀光客都要去了 假如你一家十口在吃年夜飯的時候 你旁邊也有五十個人在看你吃年夜飯的感覺 如果你要發紅包袋給小朋友 他們說 我可以拿紅包袋嗎 就像你在鳳梨季 你在跳舞的時候 旁邊很多人在看 你要喝酒的時候 有人跟你要說 我也可以喝你的小米酒嗎 本來是你自己自家的事情 可是現在變成 這個門被打開了 打開之後 我們產生了很多矛盾 因為這樣很矛盾 所以我才說 要不我們自己辦一個 阿米思音業節 它有鳳梨季的延展 可是它不是祭典 它不會被那些儀式給受限的 我的部落就是 就是要被BOT的那個部落 不然了 有一大塊的BOT 對面還是美麗彎 其實 會思考這件事情 有一點不得不 如果這個時候 不再宣揚這個文化的訊息的時候 有一天我們就跟東河很像 因為東河明明是阿美族的部落 可是去的人都是為了肉包 因為肉包的訊息 一整年都在散發出訊息 所以沒有人想要去東河吃原住民的餐 因為他去那邊只想要吃肉包 我們把訊息也拿到自己手上 就是說 春天有部落小禮心 夏天有豐年季 冬天有阿米思夜節 我們一整年都有原住民的訊息 說 相信吸引過去的人 是為了原住民而去的